來 沒有 彭君翔 我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有時候行政官員 為了要他們自己的立場 有時候話都講得不是很清楚 我跟你報告一下 史上最貪的女姐 叫陳玉珍 她被停職了多久 結果在停職的期間當中 還繼續領半薪 你要納稅人的錢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我就質詢過了 這種貪污的檢察官 停職還給他領半薪 莫名其妙 半毛錢都不准給 結果那時候法務部還跟我講說 沒有啦 這按照法律的規定 按照法律的規定 我後來去查 根本就在揮 我為什麼說根本就在揮 停職的時候是得給喔 不是絕對要給喔 那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就是他們決定要給的啊 這樣子啦 這個黃國昌委員 希望法務部能夠修正的部分 你們拿回去檢討啦 好不好